国宝一百渐渐精彩 1922年 清朝结束后第十一年 信位的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普仪 还在故宫的养心殿 但已失去了对故宫的掌控权 住在里面只是个名义上的事情 结果故宫里的很多东西就被折腾出来 外人拿 虎仪自己也拿 他说故宫的东西多到拿不完 那时故宫博物院还没有成立 这段时间正好是北京古董业最兴旺的时候 每天都有惊喜 大户人家都奔了琉璃厂东四地安门 这些地方全是有名的古董店 每天有很多古董交易 正是这个时候 一大批西方人涌进中国 买走了大量的中国文物 包括世界著名的博物馆 像大都会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 都是在这个时候可劲的收购中国古代艺术品 与此同时 北京的地摊 也异常繁忙 就像改革开放后的北京的潘家园 天津的沈阳道 上海的东台路一样 北京的地摊文化有两种 一种是鬼市 一种叫小市 这鬼市和小市有什么区别呢 鬼市是从半夜开到天亮 小市是从天蒙蒙亮开到大亮 卖的东西也不一样 鬼市什么东西都卖 五花八门到来的顺来的都有 就连王公贵族也去鬼市卖东西 为什么王公贵族选在鬼市上卖东西呢 他嫌丢人呢 毕竟家道没落了 为了防止遇见熟人 帽子都拉得特低 撒瓜俩枣的钱 就将祖宗几辈子积攒下来的家业卖光了 这就是鬼市 鬼市的故事 咱以后有机会讲 今天讲的是小市 小市比鬼市正经点 卖的东西也不同 小市卖的东西是以吃用为主 卖鸡蛋的 卖青菜的 卖粮食的 卖肉的 这点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早市 早市 小市 想想还是古代的名好听啊 东方破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为老 风景这边独好 小市上 偶尔也能碰见卖古董的 卖破烂的 小市的货品一旦形成门类后 它必定会有一个固定的区域 中国的这个自由贸易市场特好玩 只要形成了 只要形成了 它就自然有区域 所谓区域就是卖什么东西都会扎堆 这一片是卖菜的 那一片是卖肉的 要是有一个卖鸡蛋的 他敢混在卖古董的区域里摆摊 那很快就会被人 菜了我 还有一点 小市政府承认 鬼市政府不承认 咱们潘江源市场就特别有意思 它介乎于小市和鬼市之间 是小鬼市或者叫鬼小市也行 北京过去的小市应地理 分东小市西小市 东小市在天坛北面 东起慈禧口大街 西到鲁班胡同 每天记忆打名 卖旧货古董的人就来了 价格极其低廉 其中以卖衣服的为多 东小市西边就是西小市 西小市是东小市的尾巴 西小市再往西就没影了 你别小看小市 小市上出东西 很多国宝级的古董 就是在小市出现 1922年 有一人叫韩伯文 多大呢 不大 只有16岁 16岁哥今天还是一孩子 但在当时已经是大人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 商人的孩子勤当家 以前商人是拿勤快换钱 所以很多商行都叫勤行 韩伯文很勤快 不像现在的孩子 每天早上叫都叫不起床 人家天天早起 逛小市 他为什么会去逛小市呢 因为他们家是开古董店 他父亲韩一轩 是月股斋的掌柜 月股斋自1902年开业 到1956年公司合营结束 在半个多世纪的经营里 最有名的一笔买卖 就是帮买家张伯鞠先生 跟卖家普新渝先生 撮合成了平付贴的交易 新中国成立后 张伯鞠先生 将平付贴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 那这么说呢 韩伯文还算个少爷 但不是今天的恶少 也不是富二代 他除了跟他父亲学做生意以外 还非常认真的学本事 研习撞课 书法 绘画 16岁的韩伯文年轻 年轻禁雇就少 是不 他在早市上看见一东西 这东西跟以往的不同 他也不是玉器 也不是陶瓷 也不是青铜碑铁绘画 而是一地图 今天你们会觉得 这地图有啥呀 哪都有地图啊 我手机里还有电子地图呢 就是经常给指挫道 但是以前地图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电影里 地图往往是大事件的导火索 甭管是盗墓的还是打仗的 经常都是一帮人装枪做事的围着一张地图 想着下一步的策略 你看这些微乎山里 杨子荣扮成土匪胡彪 凭借联络图取得了坐山雕的信任 这联络图就是地图 上面有地名人名 还有你们非常熟悉的成语 图穷匕首线 讲的就是荆轲 以晋献燕国地图为幌子 进入秦宫刺杀秦王嬴政 你看这地图太重要了 都借他动了杀机了 但韩伯文遇见这张地图 比他还重要 因为这是中国人制作的 第一张世界地图 昆宇万国全图 你去看世界地图 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 哪个国家绘制的地图 都以自己国家为中心 别的国家都是陪衬 因为地球是圆的 谁在中间都行 这昆宇万国全图 就将中国放空间 昆宇万国全图呢 长有380厘米 宽192厘米 非常的大 一面墙 它绘制于400多年前的 名万利年间 400年 你听着没多远呢 但在地图测绘领域 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可以称之为壮举 在此之前的地图 它没有比例概念 只是将看见的事物画下来 走到哪儿画到哪儿 就是一手卷 从现代地理科学上讲 这算不得地图 比如 去年 故宫博物院推出的 思路山水地图 它就是一幅 青绿山水画 那这张 昆宇万国全图 是谁绘制呢 还真不清楚 1601年 以大利传教士利马窦 历尽千辛万苦 到达北京 1602年 他向万利皇帝 进献了昆宇万国全体 据此 有人认为 这是利马窦会的呀 但从时间上看 全无可能 因为就一年时间 就算利马窦 什么都不干 这也很难呢 除非他有现成的地图 直接描绘 看看昆宇万国全图 那上面详实的地理信息 肯定不是一个人 能够完成的结果 整幅地图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主图 用了多种颜色来描绘 亚洲是土黄色 欧洲和非洲就是白色 南美洲用粉红色 山脉淡绿色 海洋则用深绿色 大洲的名字 用红色字体 国名和地名 用墨笔书写 以字体大小 作为区别 整幅地图 和谐而富有层次感 颜色淡雅 看起来很舒服 第二部分 分布在四个角的 天文图和地理图 右上角是九重天图 右下角是天地遗图 左上角是赤道北地半球图 和日月石图 左下角呢 是赤道南地半球图和中气图 这些辅助的小图 包含了丰富的天文地理知识 极大的开拓了国人的眼界 第三部分 就是解释说明的文字了 介绍了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 自然资源 宗教信仰等等 比如 对南美洲国家 薄熙尔是这样描述的 薄熙尔 此言苏目 此国人不作防务 开地为穴已居 耗时人肉 但时男不识女 以鸟毛之一 幸亏我们当时都不在巴西 这薄熙尔就是巴西 万历皇帝很喜欢这幅 昆宇万国全图 多次斥令勘议 逮朝换代后 康熙 雍正 乾隆 都站在这张地图前 运筹帷幄 他们想啊 把中国的版图扩大 实际上 清朝的版图确实很大 可惜啊 因为实行了海进政策 失去了治海钱 那最后我们都清楚 清朝亡了 那这地图怎么从紫禁城出来的呢 很有可能是被一个小太监偷出来的 大太监都偷值钱的 玉器 书画 把狼彩 小太监只能捡相对不值钱的 韩伯文在小市上遇到这地图的时候 据说这卖家开价二十大洋 我觉得这太不可能了 太高了 小市上的东西 最多也就只是两块大洋 你要知道 当时在北京买座四盒院 也就一本来大洋 那韩伯文怎么能买下呢 因为初出茅庐不怕虎啊 他当时要是六十六岁 他可能就不买了 六十六岁的人是靠经验说话 经验就是束缚 而十六岁的韩伯文 选择拿出自己的私房钱 买下了这幅昆语万国全图 昆语万国全图就是世界地图 当时没有世界这概念 所以用了万国 世界是一个佛教用语 是是指时间 见是指空间 昆是地 语是车 昆语就是用车在地上走 为什么行走啊 为的是测绘呀 中国古代地图测绘的方法 叫寄离古车 这车分两层 每层有一木头人 车行一里 下头的木人 蹦蹦击鼓一次 车行十里 上面的木人 蹦蹦敲一下铃 驾车的人 只要记录鼓声和铃声的次数 就可以计算出马车行走的距离 这方法你听着特别笨吧 我告诉你 现在的地图也是这么来的 那些你经常应用的精准的电子地图 也都是这测绘车一路开过来的 收集的信息 然后总结测绘出来的 韩伯文将地图拿回去给他爹看 他爹不懂啊 就请好友金梁帮忙 金梁是晚清晋士 知识渊博 他确认此图乃是立马都献给万历皇上的 是大内中的重要收藏 这消息一传出去 很多洋人就提着银子来了 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孙伯恒知道后 立刻告知了北平历史博物馆筹备书 时任馆长的求善员立刻派人 于月谷斋磋商 并请金梁从中帮忙 以重金购得此图 那时候的工家买东西 还是善物善假追求公平呢 抗战爆发后 昆宇万国全图随其他文物南迁 流转到中央博物馆筹备处 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博物院的前身 全国解放后 这幅世界地图就留在了南京博物院 我们对地图的认知 不用的时候不重要 用的时候特重要 现在看地图都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但你看老地图就不是这样了 我们的老地图是上南下北 我们是一个尊南的民族 但南方的上 而这幅昆宇万国全图正是上北下南 他以六条屏风的形式刊印 有效合理地沟通了中西方的文化 尤其这还是在四百年前 中国当时还是封闭的明朝 能够制作这样一张地图 必须得有前瞻性 传教士利马斗 费尽巴拉的进线的这样一幅地图 是有用意的 他希望大明王朝能够眼界宽一点 看看自己以外的世界 自明至清 我们的皇帝白站在这地图面上 自始至终没有走出过国门 国宝情味了 下集听分枭